韩式烧烤餐厅 后食猪五花子子冒烟 网路评价 料好服务环境优秀 获得4.6颗星 羞腾腾的澎湃和牛糊锅 得到4.8颗星高评价 吃甜点也看心急 炙烧甜甜圈店 金黄色的外层 加上融化的焦糖 获得大批消费者喜爱 也有4.2颗星 但这些谷歌评论真的准确吗 看Google评价比较多 四星以上其实也很多领域 评论然后从低的开始看 民众聚会选餐厅依赖网路平台 IG谷歌部落格都有 根据调查五颗星的店评论破钱 大多是网红店或是店家促销 好评才有的食物品质尚可 照片上镜 评论少的可能是新开店 好吃环境干净但没特色 甚至有网友说高评价 都是被洗出来的 那因为你说是比较人为操作 目前其实在业绩是比较少看到 如果跟事实不符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申诉 做一个核定 谷歌星级可能会骗人 落在3.8至4.5坑星的店家 看评论数200到400是口碑好餐厅 到达600一下是超难定位的省店 如果高达2000以上 那可能是历史悠久的口碑老店 网友留言出了上述的类型 其他店家都可以不用试 还有负品也是壁雷要点 只要看到店家恢复态度差 像是躺着也中枪下次不要来消费 我们没有统领等字样 讲话越呛越雷 彻底看传谷歌评论 让民众选餐厅聚会 不要花钱找气壽 避免采雷 记者联缘编彭雨菲 台中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